卢台长,你好 你好 我想问我的女儿 她是七八年生的 她身上有没有灵性 她老是梦见我的父亲 就是她的爷爷 来找她 七八年属什么 属马的 你女儿是吧 我女儿 对了 你的父亲是经常回来看她 明白吗 明白 你的父亲我告诉你 很舍不得她 跟她感情很好 对 上辈子的缘分 对 你要我讲给你听 跟你女儿上辈子什么关系吗 他们都知道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我明白 他们我是卢台长 他们跟我声音有点变 也有点本事 所以都叫驴 叫驴台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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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请讲吧 还有什么问题 她要 她身上有没有灵性 就讲 爷爷们就是灵性啊 哦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父亲 他现在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因为 因为 一般经常来看女儿的话 不会在很高的地方的 不过我还是帮你看一下 她叫什么名字 曹操的曹 智慧的智 人民的名 曹智明是吧 对 什么时候死的 零八年 零八年 哎哟 嗯 她倒是在阿修罗啦 这阿修罗是一个像一个神一样的 蛮厉害的 听得懂吗 她到你的女儿身上倒是没有恶意的 所以你女儿不会变成什么精神啊不好啊 就是只不过经常有一些害怕而已 对对对 她来看看她 情未了 有一句话叫人贵情未了 听得懂吗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父亲很 对你很有意见 明白吗 你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孝顺 他现在告诉我说 他死的时候 你还惹他生气 对不对啊 他还生我气了 什么 就是我父亲在生我气的 对 就是说他死的之前 你有一段时间不在他身边 就是他临死的时候 我刚好回家 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面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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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你气了 他现在我告诉你 他看看 你的女儿 就是他过去的人 然后他弄弄你的心脏 所以你的现在心脏很不好 胸闷气急 对 对 对 心脏很快 跳得快一些 跳得快 我告诉你 他还弄你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你的小便 前提线 还可以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 他现在告诉我的话 我马上可以讲给你听的 他说你女朋友很多 不老实 最好老实一点 对不对 对对对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不要去跟鬼争斗 要跟他磕磕气气 笑嘻嘻 但是呢 孔老夫子讲得 尽鬼神而远之 我们要跟菩萨交朋友 我们要拜观世音菩萨 那就更厉害了 大家 跟上面的多好啊 对不对啊 对 下面的你去找他 他帮了你 接下来他就老盯着你 好了 你就出事了 对 好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了 没有了 你记住啊 你现在 如果有人 女孩子来找你 你就尽量回避 欢迎订阅 我不会加尾区 是不是 了